善恶俱不思 才见本性真 我们做人善恶俱不思 方正菩提神 师父跟大家讲过 善恶都不要去想 很多人说 师父 恶不去想 善也不能去想吗 不要去想 意思就是 做好事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 不要去想 我今天去帮助别人 要想吗 今天像你们这些孩子来了 帮人家把板凳放好 看见别人打招呼 还要去想吗 哎呀 我是学佛人 我必须合掌 我看见佛友 必须要尊敬他 你要想吗 善恶俱不思 自然出来了 饿的 想都不去想 这种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人 能不能去想啊 不去想 好的东西要想吗 也不要想 自然在心中有了 就出来了 叫善恶俱不思 方正菩提神 那你才是菩萨 悟者使本性 迷者永轮回 开悟的人知道自己的本性 迷惑的人永远在轮回当中 跟老公吵过一次架 知道老公为什么会发脾气 懂得他发脾气的原因之后 你就是悟者 你就知道以后要当心这方面 那你以后就不会再跟老公吵架了 这不就是不要轮回了吗 很多女人吵架过后就忘记了 过几天又吵了 哎呀 我真傻 我又做这件事情了 我又跟他讲好话了 很多男人捧不起的 你说他几句好话 他马上又要骂人了 好了 你记住不吵架 你就不会轮回了 很多女人就是这样的 老公啊 你真好 好了 你的骨头一清 他就又来劲了 你马上后悔 我真是神经病 我怎么又这样了 这种吵架 也是轮回啊 明心方见性 见性即如来 心里明白的人 可以见到菩萨 见到本性的人 就是见到如来 见到佛 大佛啊 心本非心 无明暗 我的心本非心 我的心不是心 没有光明 没有黑暗 犹如我这个心 照见五蕴皆空 我的心就是空的 照见善良 慈悲 我的心就是大慈大悲 你的心去照那些恶的东西 你的心就呈现恶念 恶缘 所以 心有时候如浮云遮大日 这么大的太阳 有时候云可以把它遮住 你在下面照样晒不到太阳 性自如如不相见 什么意思呢 你的本性好像是天天在 但是 你没有机会见到他 这么善良的心 你们到哪里去了 现在 社会上的人 几个人有良心啊 就是 没有善良的心啊 如如如就是见不到了 所以现在善良的人越来越少 光明 变照 辱不知 实际上 太阳的光明天天照耀着你们 你们却不知道 本字无心 不用记 我们人本来就是没有心的 不是说你没有这颗心 而是你没有意念 善和恶的心 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 知道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吗 有个实验室私下做过一个实验 在一个小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 就教他偷东西 而且告诉他 偷东西是对的 后来 这个孩子有一次偷东西 被警察抓到了 警察问他 你为什么要偷东西 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吗 他说 不 这是对的 因为我没有这个东西 我必须从人家这里拿到 小孩就是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本性没有了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照到善就是善 照到恶就是恶 正德本心不言德 如果你把自己的良心 本性挖出来生活 你不能说这是你得到的 你拥有本心 怎么是你得到的呢 这是你本来就有的东西 是你藏在家里找不到了 你现在把良心挖出来了 做好人 做好事 你变得越来越善良了 这难道是你得到的东西吗 这是你本来就有的 善良的心啊 学佛人不要因为那些欲望 而迷失自己的真心 欲望会让你们迷失自己的真心 你们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放假了 拿到钱了 孩子等着你 老婆等着你这点钱 在你往回家走的时候 你拿着这点钱 你有欲望了 看见赌场 想进去赌一把 看见好吃的东西 想买点吃吃 看见酒吧 想进去喝点酒 不知道老婆和孩子 都在家里等着你呢 那你就赌吧 吃吧 喝吧 喝得稀里糊涂的 把钱用完了 从酒吧里出来 风一吹 人清醒了 突然想起 我怎么回家啊 我回不了家了 听得懂吗 都是欲望害了你 很多人懂得克制自己 明白这点钱 是我救命的钱 我一定要拿回家去 养老婆 养孩子 真的 不能乱来的 希望你们要懂得 我们做人 不能迷失自己的真性 我们要理解宇宙的真谛 宇宙的真谛 就是让我们觉悟 不要被这个世界 所迷惑 如果我们生生世世 就在人间轮回 我们就迷失了 佛的本性 学佛 也是这样 沉迷在人间的欲望之中 最后 回不得家乡 见不得爹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